好,這個立體,我們按照上面那個影片 它的那個操作步驟,下去找這個雙變數函數 這雙變數函數現在是 f of xy 它是等於 x 平方-xy 加 y 三次 那我們現在要去求它的極大值、極小值 還有呢,就是如果有馬鞍點的話,你把它求出來 這個馬鞍點,這個字喔,settle 這個 saddle 就是馬鞍 等一下我們會用它的縮寫 就把它叫 sp 好,第一個步驟 我們要令這個 它的一階偏倒 等於零 不好意思 這個函數它的一階偏倒 就是直接把它對 x 微分 x 平方微分 2x 第二項 對 x 微分剩下 y 第三項 y 對 x 而言,它是常數微分變0 所以你對 x 微分會得到這個式子 然後呢,我們把它對 y 微分 對 y 微分 第一項是常數微分變0 對 y 微分呢 第二項剩負 x 對 y 微分 第三項變成 3y 平方 然後我們也令它等於0 好,接下來就是這兩個連立起來 我們要解 同時滿足這兩個式子的 x 跟 y 我們從上面這個式子 我們可以得到 y 就是 2s 接下來我們就把這個式子 帶到底下這個式子裡面 把 y 換成 2s 所以,第二個式子呢 它就是負 x 加上 3 乘以 2s 的平方 這個 y 換成 2s 它還有一個平方 那,令它等於0 那接下來呢,我們就下去解 它這邊是 4s 平方乘以 3 就是 12s 平方 然後減一個 x 那它等於0 那這個沒有常數項 所以我們可以把 x 提出來 那第一項剩下 2s 啊 第二項剩下 負 1 那也是一樣 等於0 所以,我們就得到它的這個解 x 是等於0 或者是 x 等於 12分之1 那如果 x 等於0的話 那我們這個解的 y 值 因為 y 等於 2s 所以 y 就等於 0 那如果 x 是 12分之1 那你帶到這邊來乘以 2 這個 y 就等於 6分之1 那這樣子呢,就完成了第一個步驟 那,為了避免答案太大 所以我們在這邊先切起來